臺灣女生真的很愛照顧別人 對 這是優點 真的很特別我覺得 因為像 在肯定我幾個臺灣女生的朋友 他們有幾個是跟外國人結婚 然後他們 外國人有什麼事情要安排 他們老婆們都會去處理 比如說有一個我朋友 外國人他不會講中文 他要買茶的時候 他都打給他老婆 幫他點就是買茶 你說走到手搖店門口 然後就給店員 那他老公來臺灣住多久了 什麼 不會中文 我覺得跟我嫁給錯人 我嫁給錯人 你中文太好了 不要嫁給臺灣女生 如果你在荷蘭的話 如果角色互換的話 你們女生會這樣子對 服務男生嗎 應該不會 我會覺得你自己 多多也不會 今天我們也是一起 就是一群人一起去吃火鍋 然後那些臺灣老婆們 他們都會幫他們老公 把菜煮好 然後繞出來 放在他們碗 就完全被附圍 為什麼 你又不是小寶寶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又不懂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對我老公很差的感覺 自己拿 臺灣女生不只是對他們老公很好 我覺得他們是對朋友也很好 對 像我在肯定有一次就是一直忙 然後沒有吃早餐 然後直接去工作 然後我那個 最好那個臺灣女生的朋友 他就跑到我店 然後就 我有蟲爪餅給你吃 我就 很感動 對 我覺得荷蘭的 我那些朋友也是很好 可是不會這樣子 就真的照顧你 就是貼心的地方不會 對 真的完全受不了 這種聲音 這種娃娃聲音 因為我是時候會經過肯定大街 然後那邊有 古丁的那些女生 她們用那種聲音 拉客人 很妙 進來看看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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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帥 太帥了 太帥了 好標準 我都在學她 好 我進去看看 阿姊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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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帥 超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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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怎麼回家 她會嚇一跳 看看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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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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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一次開店 然後有一群女生進來 她們都大概可能二十到三十歲 然後我就 就是 開始做她們的喝的吃的 然後就聽到 有個小朋友的聲音 然後就看 沒有小朋友啊 就繼續做 然後又聽到那個小朋友的聲音 好帥 然後我就 我的天啊 是其中一個女生 就是 有那個聲音 然後就 有那個聲音 就覺得 你的朋友們不會想揍你 她好像吸到笑氣 然後我就 我很好奇 我一直都很想問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實聲音嗎 有些人是真的 有些人 有一些 有一些是被那個 小孩子的靈魂俯瞬 好帥 好帥 你說三太吉 她們也不知道 怎麼認為 對 我同意 因為我也有住過 菲律賓一段時間 然後我真的覺得 台灣的女生 比菲律賓的女生 漂亮很多 對 然後像 我很喜歡你們的頭髮 就是 黑色的很亮 然後又很多 沒有黑色 沒有黑色的 沒有黑色的 都怪你差不多 你知道嗎 黑色 就很多嘛 然後很漂亮 我們台灣那個 荷蘭女生都是很細 很少 對 我就很羨慕你們 然後你們又是身材又好 可以一直吃東西 你才好吧 然後 然後像你們皮膚也是很好 這個你不能做回去 你也很好啊 對 然後她說 你們是因為保養才會皮膚好 沒有 你們真的是 Magic Jeans 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是天氣比較濕 我覺得是Jeans 那也是 女漢子比較刺香 對 因為黑蘭我覺得 從早就是一個 很男女平等的國家 就是我們很重視 就是女生跟男生一樣獨立 然後男生做的事情 女生也可以做 相反的也是女生做的事情 男生也應該做這樣子 所以我們社會比較多女漢子 然後我覺得大家 比較喜歡這一種 那你們所謂的 女漢子的一些定義 就是說什麼事情都要自來 比方說水管壞掉 都要自己修嗎 按照道理來說 應該是 對 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就是YouTube OK How To How To Fix My 那你們會自己刷油漆嗎 會啊 刷油漆有什麼難的 一定是女漢子 對 因為我個性也是比較獨立 像我也是一個人去香港念書 然後去菲律賓做那個研究所的研究 但我覺得妳的外表 如果說是佼佼女 我也覺得我可以 對 打扮一下 這是看什麼 這樣子嗎 對 然後就是來台灣也是一個人 然後去肯定打工換書也是一個人 然後雖然我現在結婚了有老公 可是我還是很常一個人去衝浪 就是或者是我一個人去浮錢 就是曬太陽看書也OK 當然我喜歡兩個人 但是他沒有空的話我不會 也沒關係 勉強 對 待在家等著他 就是念著他我不可能 對 然後我跟他妹妹有點像 就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男生幫我拿東西 或者是開門或者是出錢 我非常我覺得很不OK 可是東西真的很重你也不會讓他打 東西真的很重的話 其實我不看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一定會問幫忙 對 如果我身邊也是女生 那我們一起拿可以嗎 就是東西真的太重的話 我不會分別男生或女生 對 然後可是我就覺得 我自己有手啊 我可以開門啊 我有錢我可以自己花 我不需要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有點 在小看我們女生 對 有點歧視的感覺 對 有一點 然後其實翻過來也是啊 我覺得為什麼男生一定要有這個面子 才可以有自信 對 我覺得 對啊 我的那個 中了一堆就是女漢子的好處 可是我覺得也有不好的 因為像我外表啊 我覺得就是 有一點肌肉是好看的 可是我有時候覺得真的太多了 像有朋友幫我拍照 然後我看到我的手 我就 That's what I look like 就是真的整個都很重 我覺得你這樣很棒 別人會不太感受 對啊 而且你腰還是很漂亮啊 對啊 如果收到比較骨頭反而不好看 我覺得這是 看起來有點像一個小男生 我老婚也很常就是這樣 你希望太大了吧 好恐怖啊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一個monster戰賽 對 可是我最多是 健康 就是自己會比較 像 就是上次我第一次看到明麗安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可以那麼溫柔 就是他整個人就是 像一個天使這樣子 而且他走路感覺真的漂亮 對 我會想到的是 怎麼說 應該是漂亮的 五樓五十歲 廟會的啦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看 可是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到 到底在哪裡 我去年過年的時候 我還有特地跑到 太忙了 你今天有一點很多錢 你現在會出來的 你現在得罪製作單位多少 你講 這算是嗎 這算是嗎 他跟你的長得一模一樣耶 對 一模一樣耶 一模一樣耶 都我一模 有看到 所以你要看這個五樓五十 其實你要 在一個固定的節日裡面 比方說 媽祖吧 繞進什麼媽祖 對…會看到很多 會跑到媽祖去嗎 不是… 媽祖是一個神明啊 不是媽祖 不是媽祖 我們有很多地方的 台中也有 到處都有 在高雄附近有佛光山那邊 對… 如果是過年的時候可以去 淡水也有 然後另外一個我會想到的是 因為我真的覺得 你們什麼怪東西 都可以用筷子吃 我覺得很厲害 對 比如說我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去餐廳吃沙拉 然後店員給我筷子吃 完全不知道怎麼 很方便耶 沙拉不是西方的東西嗎 為什麼要用筷子吃 我不會 這樣加很緊 Stella也覺得 絕對是開放 當然有開放啊 我們紅燈區都合法 我們剛剛聊一下 妳應該還睡前睡前都知道了 對啊… 就是這樣 我給你們看那個紅燈區 在佛南還不是 對喔 就左邊跟右邊都有那個 促穿嘛 就是有女生 然後就是很多女生 她們有穿內衣 有的就是上衣沒有穿 對 然後她們就真的 如果妳進過的話 她們真的會拉妳進來 就是 拉妳來來來來 對 然後就有的就是 有的地方也還會放一些 不知道玩具啊什麼 就是妳可以買一些東西 帶回來 好大 對 真的一個玩具是小小的 是這樣 對 然後像我們馬路上 在紅燈區也是有這個藝術 這算是藝術品 對…藝術的 對 然後我覺得荷蘭人對紅燈區 這個地方也其實很包容 因為像我記得我小時候 真的滿小的 可能七歲吧 我跟我姐姐還有爸爸媽媽 在那邊走路在阿姆斯坦 然後我們要去的地方 就剛好要穿過去那個紅燈區 然後 然後就是我父母就會覺得 OK 沒什麼啊 就經過一下 而且他們甚至會覺得 你們應該看到這個地方 應該要知道 對… 就是這樣子才不會 就是長大了 不會覺得這個很可怕 或者是不好 對 所以算是一種教育 對 然後像我們荷蘭學校 也都會有一種課就是 也會講到就是那個… 性 對 性 對 然後所以像我十二歲 就被老師叫去買那個 保險套 對 然後就帶去上課 然後練習在香蕉裝 等一下 我想老師是帶整個班 去買保險套嗎 對 我們要自己去 自己去 我以為老師要陪你去 他就你自己去 對 一個功課 所以我記得我跟一個朋友 就一起去買 就我們要保險套 就十二歲的時候 對 這樣子老師們 他們就會希望我們長大了 不會覺得這個 就是不好意思 不敢買 對 然後這樣子就是會 更安全 對 更安全 你不會懷孕 也不會有性病這樣子 對 就覺得很好 也更棒 就是我覺得那個男生女生 比較平等 所以像我們那個紅燈區 大部分是女生 可是其實也是有男生 所以女生的客人也可以去 或者是行練也可以去 對 有紅燈是一個很不錯 對 所以我覺得 還不錯 真的 所以男女都有地方可以去 對 都可以去玩 不錯 對 河南紅燈區就是 有那種偷幣的地方 對 然後你可以偷兩塊 大概70台幣 然後就可以看兩分鐘的 偷虧 對 就是有人在那邊做運動 爬山嘛 對 然後 然後就是那個霧台 它去圓心的嘛 然後有一個 就是有很多小房間 然後你進去那邊就可以看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你好像就是對面的那個房間 裡面的人也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有你老闆或什麼的 很尷尬 你對到眼 對 可是其實我前 前年把才第一次聽到有這個地方 是誰跟我說的呢 誰 來 莎莎 我 老師其實 你要動很多 你有去過嗎 所以你是頭兩塊打開看到莎莎 我沒有去過 我有這個難力 那我也想考 才發生 不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荷蘭 因為就想要大開眼界 因為有很多是台灣沒辦法做的 除了去紅燈區之外 我們沒有去那個頭邊 那個是我們回來了 但是我們有一些朋友留在那邊 所以他們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們就是去偷虧秀 對 他們就說就是一排 你要選哪一個就是你自己選 然後你就投幣進去 然後那個木門就會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譬如說有女生在 譬如說 上廁所 智慧啊 或者是上廁所啊 任何就是在裡面 然後那個時間一到 但是它是一個隨機的東西 隨機的 隨機的 就跟你打開一顆扭蛋到底是有 你形容得真好 所以這是隨機的 對 所以裡面的人是一直在做 一直一直一直 他也不太知道外面現在有沒有人在看他 那會不會說他沒打開 他就剛好突然這樣 是一個小凍凍而已 你只能用單個眼睛這樣看他 或是兩個眼睛這樣小小 你真的是不是這樣看很累 我不知道 沒有 我也沒有看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回來了 所以我朋友他們去看 反正就是有一個人在生活 在裡面 對 沒錯 但是對 會不會同人有裡面那個人在睡覺 不會 他會 他是他的工作 他會做有意義的事 對 還睡啊 他也是覺得台灣人很愛貪小便宜 對 我覺得台灣人非常的愛殺價 而且好像會 把殺價當作一種遊戲 樂趣 對 我有一次跟一個阿姨去逛街 然後他看到他一個很想買的帽子 他想買 大概150塊 他自己也覺得很便宜 但是他就是還是想殺價 而且他好會演 就是老闆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可以100塊嗎 好像那一筆50塊 結果很多 對 然後我都覺得很尷尬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突然說 算了 我不要買 然後走掉 然後他知道 老闆還是會叫他回來 然後還是賣他100塊 所以好像在跳恰恰那樣子 對 很奇怪 對 然後我還有一個朋友 他在墾丁開民宿 然後他的民宿 已經算是比較便宜的那種 可是他還是很多客人問他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比如說他的房間 一天3000塊 那他們會問他 可不可以2000塊 就差很多 而且這種客人 他們來住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 他們什麼都應該得到 比如說他們會要求 早一點進房 或是晚一點退房 或是早餐多一點 要求很多 對 可是最討厭的我覺得是 不管他們的人 有沒有在房間裡 他們還是會開燈開冷氣 他們會覺得 像他們的錢比較 有賺到 在荷蘭 坐火車很方便 但是很貴 所以很多人又去辦那個會員卡 那有這個會員卡的話 除了你自己的車票 可以打六折的 你還可以帶另外三個人 他們的車票也可以是六折的 所以一個人買三個人也可以一起 有都會 對 所以有很多人 他們會先買好六折的車票 然後在那個月台門口那邊 就是問荷蘭人可不可以帶我 就是一起坐火車 對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可是我有一個德國朋友 他很漂亮 他很常這樣做 然後大部分的時候 人家說OK 可是他問了一個荷蘭男生 然後這個荷蘭男生 他就說 不要 為什麼 然後這個朋友就嚇到 然後這個荷蘭男生就說 又是我的會員卡 我不要跟你們分享 這麼小氣 對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可是可能會失敗 好 我覺得去荷蘭還有一個 我覺得也可以稍微談一下 就是你們在車站那邊 都有一個腳踏車在那邊 然後那邊有桌子 然後你就可以把手機的那個 插電的插在那邊 然後你自己踩腳踏車發電 可以嗎 然後充電充手機 真的假的 我都沒有看過 真的 有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很多人在捷運站裡面 就坐在那邊 然後一直踩腳踏車 他們說幹嘛 他們說 自己的電充手機 真的喔 真的喔 真的好好玩喔 因為可以省那個電 不要沖 對不對 到這邊 邊減肥邊充電 很好 衛生衣 衛生衣 羊毛衛生服 對 衛衣 香水 香水 好好送耶 你香水 送香水真的不知道送什麼 我也是問我媽媽才學到 這一個 我之前也不知道 可是他就是 除非是你很好的朋友 你才可以送 不然他們可能會覺得 你覺得我臭嗎 為什麼不需要香水嗎 包養品也是 包養品也是 送包養品也不太行 包養品不行 包養品是我 周圍有這麼多嗎 對 長得老 你可能要用一下這樣子 其實我先想說一下 我真的不懂 他們不會滑雪 因為他們說沒有山嘛 可是你看荷蘭都沒有山 一點山都沒有 我們最高的山三百公尺 我都不認識 不會滑雪的荷蘭人 所以他們山才三百公尺 三百公尺 有多可憐 對 然後我們都會滑了 他們家就三百公尺 對 他們家就三百公尺 真的喔 因為他們不喝酒 他們有時間 我們也很忙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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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喝酒也不要滑雪 危險 對 安全第一 不滑雪 安全第一 不滑雪 喝酒滑雪會不會很冷 對 真的 會暈到危險 可是你撞到樹 你會沒感覺 對啊 平面的很難撞到樹 我告訴你 你真的是很慢走的 撞車 所以荷蘭你們都是 上什麼課呢 對我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體育課 它就是 它就是self defense 就是 怎麼保護自己 如果被攻擊的話 是防森樹嗎 對 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話 比較會focus在就是 如果你被心騷擾的話 走 對 或者是如果是男生的話 可能就是 因為荷蘭男生隨便都會被打 所以他們要保護自己 就是如果去酒吧或什麼 很容易就是打架 對 所以有用 所以老師會教你說 從哪個方向來 你要怎麼對付人家 對 或者是男生要 就是如果你是女生 你被性騷擾 你要就是怎麼 怎麼打到男生的 比較弱的地方 對 對 那你現在還記得你以前上過課嗎 其實 因為我們是 第一年 第一年記 一次而已 我那一天剛好不在 真的 過好的機會 所以不是上一整個學期 對 不是 對就是一次讓你體驗 然後如果你覺得 OK我需要這個東西 你可以在就是 去外面繼續上 對在外面繼續上 對 可是我覺得不錯就是 可以學一些基本 這個滿重要的其實 真的滿重要 到底要怎麼才能夠去公佈 成功追到你們歐洲女生 我覺得歐洲女生 好追的話 我覺得要看國家 我覺得 比較熱情的歐洲女生 可能比較好追 哪裡的女生 哪裡是熱情 比如說南歐 就是 南歐 南歐 西班牙 西班牙 對 西班牙 或者是我覺得 其實荷蘭也算是 西歐裡面比較熱情的國家 我覺得說 荷蘭女生 而且我們比較開放 義大利是不是也不錯 對啊 我覺得這些國家 如果要簡單一點 可以考慮一下 對 比較好追 我覺得 可能東歐跟北歐 比較難追 因為他們可能 就比較冷漠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那個 東歐的人 都有點 台灣化了 他們就 他們很熱情 你看你看他們很可愛 一直很強 沒錯 但是像我有一個 芬蘭的朋友 他說在芬蘭那邊 真的人家比較不會笑 就是真的比較冷漠一點 那我覺得你都沒有辦法跟一個人 就是 對 所以我覺得要看國家 蘋果最誇張的例子 是我朋友 她是女生 她可能有點 就是她情緒很多 對 然後她的男朋友 有很多女生的朋友 然後她因為這樣子 就很愛吃醋 對 然後有一天 她就 把一個定位的軟體 裝在她男朋友的手機上 對 所以就可以知道 她男朋友在哪裡 可是她男朋友不知道 然後有一天 她男朋友騎腳踏車去她家找她 然後她騎到半路 我朋友就等 等不及了 就打給她 你到底在哪裡 然後那個男生說 我快到了 還有一兩分鐘 這樣子 然後她就看那個軟體 就說 你騙我啊 你還要十分鐘 你剛才出發而已 然後那個男生就嚇死了 What the 對 然後他們就 What the what 對 然後他們就因為這樣子 差一點分手了 我就覺得 這太變態了 現在我覺得要分手 這樣沒辦法 我也覺得 這太累了啦 太恐怖了 他沒有是FBI是不是 有一段時間我老公 就是可能每個禮拜 會去找他朋友一起打麻將 可能就兩三次 有時候就三四次 太多了吧 那就是先天了 你跟他講 對 我覺得有點 差不多了 太多了然後 我就某一天 就是我們就開始 因為這樣子有點吵架 他覺得這是他的自由嘛 對啊 他可以去找他的朋友 而且他們其實也沒有 喝很多酒啊 他們沒有做什麼 奇怪的事情 只是講一些無聊的屁話這樣 對 只是我整個天在家 應該多時間陪你才對 對 我就覺得他不跟我玩了 他都選他的朋友啊 我曾經也有這樣 就是我當時的另外半 太愛打麻將 一直去外面打 然後我也會覺得說 那我在家我也都沒有出門 那你一直去打 我最後想了想 我買了一張電動麻將做回來 我幫他約 你要打在家裡打 至少我看得到 不是 就把自己家弄成毒藏 對 沒錯 我就是怎樣 怎樣你要知道 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如果你一直不在家裡 他就會一直覺得 我女朋友在哪裡 然後去換你 所以我就開始衝浪 因為那個時候 你剛到墾丁 沒有人陪你 又很寂寞 然後他又一直不在家 對 就工作不穩定 沒有那麼多朋友 然後沒有那麼多朋友 很需要人家陪伴 但你現在變得很厲害了 很棒了 你小女生就會穿 是你家的事情 衝浪 一衝衝三天 一定要開玩笑 那個國家 你的圖好大一張 歐盟歐盟 對 所以我們有幾個呢 你們有比利時德國 就是有兩個 對 沒錯 所以我們是跟每一個國家都不太好 對 因為赫蘭人很愛開就是 比利時跟德國人的玩笑 對 我們很愛說比利時人笨 就是笨笨的 對 可是我覺得是跟語言有關係的 因為他們那邊北部也是講荷蘭文嘛 對 可是他們那邊的荷蘭文 跟荷蘭的荷蘭文有點不一樣 就聽起來比較 對 比較soft 然後我們會覺得就聽起來笨笨的 就軟軟的這樣子 對 軟軟的這樣子 沒有power 對 沒有power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覺得反而是 比利時人應該比荷蘭人很聰明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大考試 一個語言的考試 然後他會上電視 然後會有一些明星啊什麼 政治人物啊 作家都會參加 然後每次 對 所以我們說比利時人笨 應該是我們自己笨 這個比賽還要繼續辦 他好繼續啊 為什麼就開始要不要辦就好了 你們為什麼要辦一個 永遠得第二名的比賽 對啊 好像現在沒了耶 太晚了 荷蘭文大概是全世界最難學的語言之一吧 其中 對 真的很難學 非常難的 是因為他的音很多嗎 我完全不會 我今天要合 好像文法有點亂七八糟 對對對 非常困難 然後像德國的話 德國我們會說那邊的人很嚴格 就是跟荷蘭不太一樣 對 然後像我們最近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個邊界不能隨便開來開去了嘛 在歐洲 對 然後我們有上新聞 就是我們荷蘭有一個就是記者 他去意大利那邊就是報道還是什麼 對 然後他開車回來到荷蘭的時候 他每一個邊界都很麻煩 可是到奧地利跟德國的邊界 他真的快發瘋了 因為那個德國的海關 就真的超級嚴格 然後那個記者他就到最後他就說 先生我是荷蘭人 我有荷蘭的護照 我只是想回家 我要從奧地利開到荷蘭去 我可以回家吧 我可以進去德國吧 然後那個海關他就說 你可以進來 你就是要直接 對 不能停下來 你直接開回家 中途不可以去買東西 什麼就要直接回家 然後要開車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不下車 很愛去德國那邊 德國買車 吃香糖 德國豬腳 有剛剛講到 就是如果你在邊界那邊 你要開很久 開什麼樣的音樂 香菇在嗎 對 我們喜歡去那邊加油 油價便宜多少 蠻多的耶 如果你一般車子 沒有很大的車 那可能就是一次加油 可以省二十歐 可能大概七百塊的幣 真的還蠻多的 二十歐可以吃大餐 真的 所以我跟我媽媽 就是很常去德國邊界的就是 這樣子 飯店 就是去那邊住 然後我們會特地開去 德國那邊加油 因為就可以 然後就順便在那邊 就是玩一下 因為那個風景 就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所以是過了邊境 就會長得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對 真的喔 真的整個都是 好德國的感覺 房子都很整齊 荷蘭的鄰居 進到荷蘭就買不一樣的東西了 買一些小葉子 買一些蛋糕 蛋糕 我們也很愛去那個 德國的超市 買那邊的酒 就是紅酒 或是白酒 尤其是白酒 我們那邊也蠻便宜 可是德國更便宜 當然很愛算錢 就是比較小一些 所以可以省錢就省 對